几绝代才子和平庸帝王于一身的南唐后主李玉 在经历国破家王的人生变故之后 会有怎样出人意料的表现 曾经高高在上的异国君主 他将如何面对种种难以承受的奇耻大怒 又会唱出怎样的人生悲歌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赵小兰 精彩解读南唐后主李玉 国破家王后的囚徒生活 在上期节目中 赵小兰教授介绍了公元975年11月 南唐的首都金陵被攻破 历经39年三代君主的南唐国灭亡 一开始围曲求全 到后来扬言要以死相抗的李玉 终于还是被戴上了李后主帽子 做了宋太祖赵匡英的服务 那么这位曾经声称宁死不详的人 究竟有没有准备过实践他的豪言壮语 曾经学将不朝的他 在投降以后又将会面临怎样的生活呢 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 继续做客百家讲台 精彩解读南唐后主李玉的悲情人生 系列节目李玉第九集 囚徒生活 敬请关注 我们以前曾提到 当李玉说出 如果赵匡英把他逼上绝路 他就要带领亲属族人们自焚的誓言时 赵匡英的态度是不邪一顾的 认为酸秀才都是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 大约是为了要显示出 宋朝的泰国皇帝 是如何样的神武英明吧 在宋朝人所写的正史和爷史里面 也很配合的把李玉写得像个贪生怕死的人 在马令的南唐书里 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李玉出臣投降以后 宋军的统帅曹冰 叫李玉回皇宫去准备行装 可是曹冰手下的将领不放心 认为这个李玉呢 曾经说过要自焚的话 如果现在放他回去了 他如果万一那么干呢 谁能负责呢 这曹冰光是笑不说话 手下的人再三说 曹冰这才笑着回答 他都已经投降了 怎么还会自杀呢 在李涛的续资质东建藏编里面 也记载了这件事 不过把曹冰的理由呢 说得更详细一些 他说 欲速无断 今已详 必不能自已决 可无虑也 意思是说 李玉速来是个没有主见的人 他现在既然已经投降了 就不用担心他再自杀了 而在王陶的谈冤里 关于这个插曲呢 写得更富有戏剧性 曹冰叫李玉到船上去喝茶 在河岸和船之间呢 架了一块独木板作为通道 曹冰和他的副将潘美先上去了 李玉却转了转去不敢上 怕掉到河里去 后来还是曹冰派了两个人 从两边掺着他才登上了船 底下的情节呢 和正史里所记得差不多 曹冰叫李玉回宫里去准备行装 第二天到船上来报到 潘美呢担心出现意外 曹冰说 他连独木板都不敢上 怕死得很 现在我们已经允许他活着到中原去了 他怎么会自杀呢 仔细分析以上的这些说法 我们会发现其中还是有些问题的 在马令的蓝堂书里 曹冰推断李玉不会自杀的理由 显然不太充分 投降的人未见的就不会自杀 何况这个人还放出过要自杀的狠话呢 李涛的续姿热通线长编 比马令的南堂书时间上要晚一点 可能他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就加上一句李玉的性格没有主见的话 可是这句话一加 反倒让我们更加疑惑了 既然李玉没有主见 那么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像陈桥那样的死硬派 在他耳边吹吹风 激励一下他 难道他就不会改变主意自杀吗 比较起来 倒是王陶的谈冤里 说这个曹冤呢 从李玉不敢上读木板这件事 推淡他怕死 因此的不会自杀 理由呢 还算说得过去 但是这个谈冤 他不是历史书 他所记载的主要是名人的八卦新闻 或者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当时的人呢 是当做小说来读的 所以也是不大靠得住 从一代帝王 转变为阶下之囚 南唐后主李玉 经历的是一种常人 无法经历和理解的惨痛遭遇 宋代史书 从维护同志者角度一方 对亡国之君进行贬损朝怒 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么李玉在金宁城破 前后的真实表现到底如何呢 曾经声称 宁死不详的他 为什么到了最后的关头 却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呢 那么李玉在城破前后 他的真实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当我们把分散在各处的史料集中起来 我们会发现 第一 在城破之前 李玉对李星塔的誓言 是做了认真的准备的 马令的南唐叔和李涛的续资质通献长编 都记载着李玉曾经在城破之前 在宫中集心 也就是堆满财草 随时可以把皇宫变成火战场的 另外 李玉的自杀动员令 对他的亲属也产生了影响 在皇宫附近有一个静德离院 里面有八十多个离姑 基本上都是皇宫里出去的人 或者是出身于皇宫贵族 他们担心城破以后受到敌人的侮辱 所以李玉一说出要自焚的话 他们就成了积极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并且也在院子里堆满了柴草 李玉跟他们相约 如果看到皇宫里起了火 他们这边也同时点火 大家一块升天 另外还有一件事 可以看出李玉确实打算和这个人士告别了 我们知道李玉的最爱 除了美女 大概就是从小时候就开始陪伴她的那些图书了 但是一个人如果要死了 她总会变得有些疯狂 于是李玉吩咐她的私人图书保管员 那个美女黄宝仪 她说如果陈被攻破的话 就一把火把她的宝贝图书全部烧掉 不能让她落到别人手里 我们看她连自己的殉葬品都选好了 那为什么李玉到最后关头 没有实践她的诺言呢 是她没有勇气吗 关于这一点 宋朝人的证实里面没有回答 导师在一部叫做江南别路的烈史里面 简单的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也就是说在陈破的时候 李玉确实是有过要自杀的反应的 可是被身边的那些随从大臣们 哭着喊着给坚决的拦住了 从这一条记载 我们导师理解 为什么去资质通鉴长边 要加上一句 李玉没有主见的话作为理由了 在这个没有主见的下面 其实还应该加上一句 李玉的手下不支持他死 所以李玉肯定自杀不成 不过 李玉虽然因为没有主见 而自杀未遂 他的美女图书保管员 却是忠实的执行了他的命令 在宋军入城的时候 他真的一把火 把李玉的私人图书给全烧掉了 这个事件对我们现在的影响 是少了许多国宝籍的文物 特别是他收藏很多的 古代著名书法家 比如王羲之等人的真迹 而在当时 却直接的造成了一桩惨案 金德离院的李姑 一看皇宫这边龙岩滚滚 以为李玉是在点火自焚呢 于是就按照约定点燃了柴草 八十多个人就这样葬身在火海中 这个没有主见的李玉 在投降之后 是不是像曹冰所断定的那样 再也不想自杀了呢 事实也不是这样 这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 李玉在投降后到汴京去的途中 又犹豫起来动了自杀的心思 据旭资质通鉴长篇卷十七说 欲出以拒命 可怀优惠 不欲生见上 意思是 开始的时候 李玉因为自己啊 曾经梗着脖子和领导顶牛 他没有好果子吃 心里忧虑怨恨 不想活着去见赵邝帝 这一回 他的手下是没办法医治他的心病了 好在护送他北上的 一个叫郭守文的宋朝官员 做心理医生呢 也是把好手 郭守文安慰李玉说 我们领导的理想 是想恢复南北统一天下一统的局面 建设太平盛世 你虽然觉悟低了一点 加入我们大宋的时间晚了一点 但来了就是好人吗 领导怎么会责怪你呢 关键时刻 李玉没有主见的刻点 又发挥了作用 他一听他说的在礼 于是就轻装上阵 继续安心的做他的俘虏 他这么一安心 也就有了闲心 船队行进到便口的时候 李玉就提出 要到附近的普光寺呢 去拜拜菩萨 他的手下呢 劝他不要去 李玉火了 十分少见的发了一回标 他说 我从小到大就被你们管着 一点自由都没有 现在都国破家亡了 你们还想管我吗 不行 我不听 一定要去 就这样 这位王了国的君主 佛教的忠臣信徒 就把他在南方那份 对佛祖的热情 又带到了北方 恭恭敬敬的去拜了一回 北方的菩萨 当历史的龙流 浩浩荡荡 走向统一的时候 像李玉这样的弱国君主 不可避免的 会成为时代祭坛上的牺牲品 成为贵到的强者脚下的囚徒 在国破家亡的最后时刻 性性软弱 缺乏主见的李玉 最终没有以身驯服 而是选择了人主北上 他怀着深的希望 来到了汴京 那么 面对着昔日 曾俯首称臣 现在又甘心为福的李玉 赵皇爷将会如何处置他呢 李玉一行人 被押到汴京的时间 是北宋开保九年 公元九七六年的正月出色 在这一天 赵狂印登上的明德门尘楼 举行了接受献服的仪式 让李玉这些人 穿着白色的衣服 戴着纱织的帽子 在尘楼下的听候宣判 郭守文安慰李玉的话呢 并没有错 李玉的末日在这一天呢 没有到来 这一方面是因为赵狂印的度量呢 确实够大 另一方面 李玉这么多年来 把赵狂印恭恭敬敬的 像个老子似的 侍奉着这个态度呢 也起了不少作用 所以当赵狂印的手下 准备当众宣读李玉的罪状时 赵狂印说 算啊 李玉毕竟还使用过我们北宋的联号 至少在形式上呢 是接受了我的领导 还是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 于是就给了李玉一个 免于起诉的待遇 当场释放 当然不可能把它放跑了 只是说不追究他的罪行呢 过了几天 赵狂印又下令 封李玉为 又千流卫上将军 为命侯 千流卫是负责保护皇帝 王公贵族的侍卫 李玉是个文人 这个封号呢 其实是有名无实 也就是赵狂印想起来的时候 把他叫过去陪他玩玩 不可能真的叫他去 这个做带兵的将军 至于这为命侯 那就更是一种黑色幽默了 你不是不听话吗 我就用这个不听话 作为李爵位的封号 让李整天戴着这个 纸糊的高帽子反省错误 李玉素来心思敏感细力 虽然赵狂印开恩 没有杀他 但是让他整天戴着这个纸糊帽 晃来晃去 心里自然是别流得很 而更让他尴尬的是 赵狂印有时候 还以一种胜利者的口气 对我们李大作家的作品 指手画脚 有一次宫里聚会 赵狂印就问这个李玉 他说听说你在江南 挺喜欢写诗的呀 是练两句你最得意的作品 给我听听 李玉想了一会儿 就练了一首他的永善诗中的两句 一让月在手 动摇风满怀 古代文人喜欢拿一把纸扇在手里 见了面以后 互相的桌一静让 让来让去 那个纸扇散开来就像半轮月亮 一摇动就有满怀的清风 这两句诗对得非常工整 而且写的场面也是有风有乐 很有品味的 可是赵狂印他却不吃这一套 哈哈一笑说 满怀的风能有多少风 他这个批评啊 不仅是断章取义 揪住风满怀这几个字不放 而且还政治挂帅 用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 可是领导的话一出口呢 他左右的人当然都要齐声高喊 领导英明佩服佩服 那李玉当然是更不敢发表任何意见 好在赵狂印虽然是一个武将出身 但是当了皇帝之后呢 和这些文化人接触多了 多少也沾了一些墨水 他心里其实知道啊 李玉的这两句诗还是写得很好的 所以过了几天 又把李玉叫到公众去喝酒 并且给他当众发了一个安慰奖 说他是好一个汉林学士 这汉林学士是古代皇帝的秘书 笔杆子都是非常过硬的 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李白 就曾经做过唐玄宗的汉林供奉 赵狂印的这个评价呢 按说是非常的恰如其分 可是李玉听的耳朵里面呢 恐怕还是想哭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皇帝 现在赵狂印说他做一个汉林学士啊 可以翘大拇指 那么暗地里不就是讽刺他 不够做一个皇帝的资格吗 李玉性格的一大特点是没有主见 但是没有主见呢 不等于他没有自尊心 甚至我们可以说李玉的自尊性是相当的强 这也是当他被赵狂印逼迫到超过他的底线以后啊 他要誓死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他到了赵狂印的屋檐下 当然只有低头的分 可是心里的痛苦和郁闷呢 就更深了 于是中国人最喜欢用来消愁解闷的酒 就成了他最密切的伴侣 据汉府名坛记载 李玉到了汴京之后啊 每天都是要喝酒 就是郁闷的酒啊 是每天都要喝 而且是五常夜之饮 就是专门通宵达旦的喝 只喝的白天不知道夜的黑 夜里呢又不知道天的白 他在一首叫做乌夜题的词里说 事事慢随流水 算来一梦浮生 最像有路一平道 此外不堪行 意思就是说 这世界上的所有事物 都随着流水悄悄的流逝 算起来 我的这一生就像在一场梦里漂泊 无依无靠 变化无端 只有那最像的路 还算平稳 我应该经常到那里去溜溜 其他的地方的路呢 都没办法可走 从这几句词 我们就可以知道 醉酒已经成了礼遇 医治现实中的绝望和痛苦的 唯一的办法 像礼遇的这样的喝法 对酒的需求量肯定就不会少 据说当时宋朝的后勤机关 每天都要供应 李玉府中的三弹酒 赵狂应大概是担心李玉会醉死 所以曾经下定了停止供应 李玉就打报告说 没有酒 我这日子怎么打发 赵狂应一听 心想也是 自己把人家的江山都拿过来了 那么人家有点情绪也属正常 于是又恢复了供应 对于现在的李玉来说 酒已不是可有可无的消遣品 而是必不可少的止痛药 它只有依靠酒精的麻醉作用 才能够暂时忘却 追星刺骨的痛苦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李玉没有因为过量饮酒而醉死 那个总是伤害李玉自尊心的宋太祖赵狂应 却在李玉投降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976年的十月突然死亡 赵狂应的弟弟 晋王赵光义登上了地位 史称宋太祖 诗书记载 宋太祖赵光义是一个保无师叔的皇帝 因此他无疑比宋太祖更能赏识李玉的文艺才能 那么新皇帝赵光义将会如何对待李玉 李玉的生活是否会由此波云渐日出现转机呢 关于赵狂应的死因 是一个千古一案 有种种迹象表明 他是被赵光义谋杀的 可是历史有时候就像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经过宋太宗和他的子孙后代的精心打扮 这一段历史的真相已经模糊不清 在这里我们不做深究 我们要讲一讲的是 这个世界对李玉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光义登基之后 李玉首先感到的是来自领导的亲切关怀 11月份 赵光义下令 摘掉李玉头上那顶唯命猴的帽子 这不仅是提高了他的政治待遇 更重要的是去掉了那个唯命的这一代陈法县的称呼 就等于宣布说对他的改造已经完成了 可是就在李玉的政治状况似乎有所好转的时候 他的经济状况又出现问题了 李玉从小是在皇宫里长大 钱对他来说从来不成问题 他大概也从来没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受穷 就在金陵城破之后 宋军的统帅曹兵 叫李玉回皇宫去准备行装 并且善意的提醒他 北上以后的工资待遇是有限的 所以趁现在皇宫里的东西还没有造册充公之前 你可以尽量的拿 随意的拿 并且特意抽掉了五百个士兵来帮李玉搬运东西 可当时李玉正沉浸在王国的巨大痛苦之中 他连想死的心都有 哪里还有心思顾忌到这一些呢 所以只是匆匆的收拾了一番 另外分了一些黄金 给他的几个亲信大臣就匆匆的上船走了 结果到了汴京之后 他成了几个投降的小朝廷中的皇帝中间最穷的一个 俗话说 有减入设意 有舍入减难 这位花钱大手大脚花惯了的主啊 很快就把从精灵带的那份家底呢 给用了个精光 可怜的他在这种状况之下 还不忘关照自己的老部下 有一回 他在南唐最宠幸的大臣张继呢 来看他 这个张继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 已经在宋朝来混了个官当 但是他还经常到李玉这里来呀 把秋风刮油水 这一回李玉呢 他的家底已经空了 实在拉不出什么宝贝可以送他了 于是呢 就把自己常用的一个白金脸盆呢 送给了他 可笑的是 这个张继啊 居然接受了 不仅是接受了 他还嫌李玉这回打发的太小气 不符合他一贯的风格 于是他就怀疑 是当时在李玉身边呢 做秘书的一个原来南唐的同事搞的鬼 从此以后就再不理那个同事 眼看就要穷得过不了日子了 李玉只好对赵光一呢 打了一个哭穷的报告 请求经济补助 很快领导的关怀就来了 赵光一不仅给他加了工资 还特意给他发了三百万钱的特困补助 喜爱诗书的新皇帝赵光一的登机 一开始在表面上 确实让李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都有所感伤 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有了这样一个对文艺内行的访意 文才过人的礼遇 他阴暗的囚徒生活 真的会因此而多一些阳光吗 事实是恰恰相反 这个赵光一比起他的哥哥来 虽然表面上显得更为宽宏大量 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小肚鸡肠 爱玩阴招 甚至可以说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十国春秋》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回赵光一领着李玉到宋朝的皇家图书馆重文院去看书 赵光一就装模作样的对李玉表示关心 听说你在江南是很喜欢读书的 这里有不少东西是你原来的宝贝 你到这里来以后还读书吗 这几句话明显的是用刀子去弯滴血的心 让李玉再重温王国的痛苦 搞得李玉除了磕头感谢领导的关心之外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光是这样的精神打击也就算了 可这赵光一偏偏还是一个好色之徒 而李玉的夫人小周厚又是一个绝色美女 于是李玉在头上的那顶唯命猴的白帽子被摘去以后 又让赵光一给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 小周厚跟着李玉到汴京来以后呢 被封为郑国夫人 古时候的李杰是有封号的官太太 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宫里去参拜 一般情况下呢 很快就会回来 可是小周厚每次进宫都要在宫里留好几天 这其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不用想也知道 传说赵光一这个人相当的变态 他每次对小周厚施暴的时候 还叫人来参观 并且叫画师把当时的场面给画下来 这要用现在网上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那是很黄很暴力 受到这样侮辱的小周厚 回来以后当然是心情极度的差 每次都要哭得昏天黑地 把李玉一顿臭骂 得几从屋都可以听见 可是你叫李玉怎么办 难道让他带把杀猪刀去找赵光一拼命吗 可怜我们这位保护不了自己爱妻的李玉 每次碰到这种状况 都只能够默不作声地躲到一边 有时候见小周厚骂得实在太凶了 就低声下气地劝他说 你轻点好吗 这又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此刻远在江南的家 对于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的李玉来说 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 他写了一系列怀念江南的词 怀念金宁城里 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震春风的繁华热浪 怀念芒萨看花人的春天 也怀念迪在月明楼的秋季 他更怀念这片土地上的亲人情人 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皇家的豪华奢侈的生活 可是往事已成恐还如一梦中 梦醒之后 有着一颗诗人敏感心灵的他 仍然要面对那种无情的现实 在《物业提》这首词里 他这样唱她的痛苦 无奈 私恋和怨恨 灵花卸了春红 太匆匆 无赖朝来寒雨 晚来风 烟之泪 香流醉 几十重 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冬 这首词的开头一句 就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 灵花不是一朵两朵花 而是大片大片成灵的花 而且这个花还是鲜艳的红色 这就更让我们想到 它开放的时候 它盛开的时候 该是多么的鲜艳和热闹 而当它卸了春红以后 又是怎样的凄凉和触目惊心 所以作者忍不住要感叹埋怨说 太匆匆 实在太快了 我还没有欣赏够呢 下面一句 无赖朝来寒雨 晚来风 可以看作灵花对作者 这个太匆匆感叹的回答 她说 我也不想走得这么快呀 可是这一天到晚冰冷的风雨 逼得我这样 我实在没有办法 当然这句词呢 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在解释 灵花为什么凋谢的如此之快的原因 所以上半首词呢 既是写自然界的变化 也是写礼遇生活的变化 下半首的开头 烟之泪香流醉 描绘的是一个送别的场面 烟之泪是说这个美女哭得七七惨惨 眼泪从脸上滑落下来 染上了烟汁的红色 香流醉呢 是说这个美女啊 挽留我不让我走 不断的劝我喝酒 希望了一醉方休 她是用这种方法 想多留我一会儿 因为一去之后 几十重 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呢 也许一去之后就永不相见 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冬 从此人生里面 只有绵绵无尽的怨恨和悲伤 就像水永远只朝冬游一样 乌夜蹄 林花蟹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 晚来风 烟之泪香流醉 几十重 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冬 这首词也许是李玉 为留在精灵的某位妃子 或者情人所写的 据宋代王志的末迹 这本书记载 李玉到汴京以后 曾经给留在精灵皇宫里的 某一个美女写信说 死中日息 直以眼泪洗面 现在被赵光义逼狠了的 被老婆骂得做不了声的李玉 向江南某个旧情人诉苦的意味 也是很浓的 与宋太宗赵光义相比 宋太宗赵光义 虽然在表面上故意显示自己的宽大 但实际上却十分的阴险狠浪 他不仅没有为李玉带来阳光 而且还对他 施加了更大的精神挡击和折磨 将这个亡国的君主 进步推向了屈辱的深渊 那么 面对这种种生命 所不能承受的痛苦和耻辱 无比敏感的李玉 会怎样用他那支 写惯了春花秋月 欢乐往事的词笔 来书写他血泪斑斑的惨淡人生呢 就这样 李玉在以眼泪洗面的生活中 苦苦地熬着日子 在这段时间里 能够让他暂时忘却痛苦的地方 除了醉香就是梦香 在《浪涛杀宁》这首词里 他写道 年外雨缠缠 春意南山 罗青不赖 五更寒 梦里不知 身是刻 一煞 瘫痪 独自 莫平兰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 见时难 流水落花 春去也 天上 人间 这首词也是李玉在痛苦中怀念他的江南故国和在南国的嫔妃时的作品 他从连外缠缠的雨声中惊醒过来 根本感觉不到春天的温暖 丝绸薄被 抵挡不住 快要天亮时一阵一阵的寒意 而他的内心呢 也是一片冰冷 他是多么不愿意的醒来呀 因为就在刚才梦里了一会儿的时间 他已经忘记了身处何方 正在江南自己的国土上尽情的欢乐了 而现在醒过来了 在现实中 他又还剩下什么呢 我们可别忽略了 衣赏贪欢这句话 一个人 如果到了 连梦中片刻的欢乐 都贪恋不舍的地步的话 那么 他在现实世界中的 无欢可贪 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在这样的 索然寡欢的苦闷中 李玉对自己发出了警告 独自一个人 就不要走出去 凭着栏杆 跳往故乡了吧 因为那么美好的江山 离别的时候容易 要再见面 可就难了 看着一去不回的流水 看着纷纷凋谢的鲜花 看着正在离去的春天 李玉发出一声长叹 天上人间 我跟这些美好的事物之间的距离 是那么的遥远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人间 浪淘沙令 连外雨缠缠 春意阑珊 罗亲不耐 五更寒 梦里不知 身是客 意上 梦里不知 梦里不知 独自 墨平 南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 见时难 流水落花 春去夜 天上 人间 沉浸在王国的巨大痛苦和耻辱里的礼遇 不会知道 他的这些怀恋江南故国用血泪写成的词 一方面在词的世界里引起了一场重要的转变 将为他赢得无上的光荣 另外一方面也给他带来现实的危险 对于身处于人间苦难中的梦里来说 天上的距离其实已不再遥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请听下集 在中国的历史上 每朝每代都会有王国的君主 这些人有的臭名昭著 有的则很快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 而梦里身为断送了南唐江山的末代君主 却不但经常被人们提起 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惋惜 同情和尊重 有人说他虽然不会治理国家 但在词中仍不失为难灭亡 有人更是直接称他为词中之地 那么李玉究竟为何会赢得这样的赞美呢? 他的失败与成功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 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 生动讲述 南唐后读李玉的悲情与荣耀 这节目李玉第十集 大结局千古此地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